這個藍軟殼嘛 這個是跑出來的那個外胚層 那通常這個時候已經有200到300個細胞 那我們就把它拿3到6個細胞 由它去代表它是不是正常 或者它有沒有白化症 就好像一個棘子 你不曉得壞掉有沒有壞掉 你可以稍微聞一下咬一口 你不一定要把整個棘子吃掉 才會說這個棘子壞掉了 所以這個切片檢查是檢查到那小塊 那這個就在實驗室等 等到說這個胚胎是正常的 沒有白化症 然後染色體就正常我們就放進去 那這個叫做 在醫學上叫做embryoboxy胚胎切片 那送去檢測的才叫胚胎周床全基因診斷 所以切片是一個動作是一個手術 然後胚胎周床全基因診斷是一個檢查 那是死於基因醫學部的 所以剛剛那個就是在把它 你剛才說可能五百個細胞弄幾個出來 對對三到六個 那我們通常不會建立第三天切啦 非常難看